哈喽 各位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仪表板的设计 如果你刚刚有看到洞见是什么 以及如何找到洞见的这个影片的话 相信你对于里面的仪表板设计是非常的好奇说 我们要怎么样设计才可以有那个画面跳转的功能 以及我如何筛选 它不会去变到换到我不想被变动的画面 那我们先来讲过去我们只要加了这个筛选期之后 照理说我随便按大家每一个画面都会按都会动 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我怎么去做点击 我们下面的对比是不会动的 那是因为我在仪表板的设计我做了一个小巧思 但是我们再做一次哦 我们在仪表板选择动作的这里 其实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 叫做Action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Action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到我们的年趋势 那在这个年趋势我们可以按开编辑 年趋势的编辑我希望它对什么动作呢 对大分类对月趋势这几个会去做联动 好所以我这边就会把它都选好了 那我不想要它对对比有反应 所以我就会把它取消按下确定 OK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的这个点击的方式 跟这个漏斗的设计方式它会让这个对比没有去做一个联动的筛选 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小技巧的话 我怎么样从第一层跳到第二层呢 这一样是跟我们的仪表板的动作设定是有关系的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在仪表板的动作设定做了哪些事情呢 一样是非常简单 我们从仪表板的动作action进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大分类在哪里 好在大分类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呢就是要针对category这个栏位去做筛选 好我选择之后我们做什么动作呢 我必须要去按它选取它 而且是在第一层的大分类这个表格 那它要帮我去做什么事呢 帮我跳到第二层 而且我希望它对我这三个工作表都会有影响 这样设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保证 让我们原本从大分类就可以从第一层的大分类跳到第二层了 这个就是仪表板设计的一些秘密 好那当然这里我是直接把最精华的部分讲出来 那例如说月趋势我也希望它跟年趋势一样 不要去动到对比 那你月趋势它的动作你要去设计 毛利率你也要去设计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这边我会看到说 我明明就设计了这么多的算是动作的部分 但是为什么我只讲解其他的部分 例如说我们讲这个年趋势的这个内容 好那其他的其实因为都跟它一样 我们就不特别多说了 那里面最大家要记得的一个东西是 你要知道你的来源是哪一个 你的目标是哪一个 例如说来源就是你没有要做跳转 你的来源跟目标一定是一样的 那你希望你的source是哪一个工作sheet 它对工作仪表板里面的哪些有做联动 这个就是勾选起来 不希望它有联动的就把它取消掉 这是一个大原则 那另外的话你要让它去做跳转的部分的话 我怎么从第一层去转到我的第二层呢 那我就是从这边的 好我们来看我要从第一层转到第二层 那我在第一层的哪一个sheet呢 是大分类的这个sheet 那我做了什么事呢 我要筛选category的这个内容 ok如果你有很多维度 你要记得选对维度 它就会帮你跳过去了 好那以上这个就是仪表板设计的一个秘诀 非常的好用跟您分享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仪表板设计 再协助大家更快速的找到洞见咯 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我是Polly